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蔡振榮 冬季的季風繼續影響我們 提提大家 寒冷天氣警告仍然生效 大家一定不要鬆懈遇寒的措施 同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也是生效 大家一定要小心防火 先看看外面7點多最新的氣溫 市區氣溫普遍都是在13-14度左右 而新界普遍都頗屬區低幾度 打鼓嶺的氣溫只有7度 大家就要留意了 大範圍的衛星雲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今早早在香港附近的雲量比昨天多一些 但我們預料當日間氣溫上升時 這些雲層就會消散 陽光都相當不錯 一起來看看今日最新的天氣預測 是大智天晴 日間是乾燥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20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東北風 初時離岸風勢是清津 而至於視網方面 我們預料 接下來一天氣溫會稍微回升 但星期三會有一股冬季貴後風的補充 抵達華南漁岸地區 今個星期後期 我們的天氣會再度轉冷 到星期五 最低氣溫只有9度 大家要留意天氣的變化 好了 今早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再見